嗨朋友们,今天来打卡一下成都的凤凰山体育场 根据中国足协的官宣啊 我们这次的足协杯决赛 上岗和鲁人的比赛就在我身后的这座专业足球场进行 非常漂亮 在我面前的是凤凰山体育馆的两个场馆 一个小的,左边的,还有右边大的 然后右边的这个应该是专业足球场 这里是凤凰山体育场的北看台 有一些欧洲球场的感觉了 非常的漂亮 现在来到的是凤凰山体育场的南看台上层看台 在楼上看球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棒 那么呢,这里是整个球场的中间的视角 同样是在上层拍摄的 作为球场的黄金座位区间段 它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球场的比赛效果 好的,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 现在目前来到的是球场的VVIP区域 这个区域的整体风格是非常的大气奔放 整个球场也是一览无遇 作为多功能的VVIP区域 它这里集成了会议室 会客室和休息室 还有包括餐厅 好的,目前我们来到的是球场的四层 这里是作为包厢,但是目前还没有开放 这里是球场一层球员通道旁边的SVIP区域 一般像球员的重要家属 以及未进入大名单的球员会坐在这个看台区域 这个跟欧洲的主流的球场是一样的 如果你有机会拿到这里的球票 那么你就有可能跟球员坐在一起 包括球员的亲属 好的,现在我们走一下球员坐的入场通道 场地入口直接就是凤凰山体育场的草坪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走进了这个球场了 那么我已经打卡完成了这个凤凰山体育场 期待1月9号,也就是10点后可以放观众进场 然后一起和大家一起享受这个足球盛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